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近日,黄宗泽被曝疑似练上了小十三岁的富豪千金翁小军。 因为翁小军发了关于黄宗泽的相关动态,有人问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,翁小军回了一个N。 但当记者联系到黄宗泽本人时,他对此事的回答却很冷淡,他说,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。 翁小军只是他朋友的朋友,大家也只是聚在一起,吃过饭,讲过几句玩笑话而已。 他们并不熟悉,甚至还有点疏远。 黄宗泽这些年,情史一直备受关注,不论是跟胡幸儿的八年爱情长跑,还是跟多个女星传出的绯闻,都让人瞠目结舌。 原来外表如此,一身正气的黄宗泽,也会有这么多灿烂的情史。 1.帅小伙,被心态选中,成功进入娱乐圈。 黄宗泽1980年,出生在香港,从小父母就离异了,他一直跟母亲生活在一起,而他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好。 一开始的时候,黄宗泽是没想过进娱乐圈的,他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,为此,他从小就学会了做饭,练就了一手好厨艺。 长大后,他还去餐厅打过工,但黄宗泽帅气的长相,就已注定了他的不平凡。 他是走在街上的时候,被心态发现的,之后就获得了,跟张博之一起拍摄广告的机会。 因为表现优秀游异,他还被无线电视看中,在1999年时,成为了他们的,合约艺人。 但黄宗泽,却没有获得拍戏的机会,而是凭借着,高大帅气的外表,先做了两年主持。 可是飞科班,出生的他,主持起节目来,也是非常吃力的,在前辈面前。 他基本上,相当于一个小透明。 这也让黄宗泽,非常苦恼,甚至产生了,退圈的念头。 直到2002年,黄宗泽才如愿,拍上了电视剧,在电视剧《冲上云霄》里,演了一个小配角。 他的名气,却因此大增。 公司看到了,黄宗泽的潜力,便立刻为他,打造了两部男主戏。 一部是,我师父戏黄飞鸿。 一部就是让黄宗泽彻底大火的,我的野蛮婆婆。 我的野蛮婆婆,是黄宗泽,跟胡姓儿一起主演的古装电视剧。 两人在里面,扮演了一对欢喜冤架。 两人在剧中的小互动,更是甜得发腻。 这部剧,也成功出圈,不仅在香港很火,还火到了大陆。 黄宗泽跟胡姓儿,都因此成名。 2. 跟胡姓儿恋爱。 八年传舞绯闻剧说,黄宗泽在进圈前,就跟真永山,有过一段恋情。 而且这段恋情,是真永山主动爆出后,黄宗泽,才不得不承认的。 由于那个时候黄宗泽,还没有竞演一圈,真永山的事业,却处在上升期的缘故。 还有人嘲讽黄宗泽,是靠女友的软饭男。 黄宗泽通过,我的野蛮婆婆,走红之后,就跟女主胡姓儿,在一起了。 这是黄宗泽恋爱生涯中,比较重要的一段恋情。 两人在一起,长达八年之久,还被人拍到过一起,去寺庙祈福,疑似在求子的画面。 因此,大家都以为,他们的好事将尽,却不曾想,两人最后,还是走到了尽头。 因为黄宗泽,在跟胡姓儿热恋期间,就开始频繁地,传出绯闻。 跟胡姓儿交往的,第二年,就跟港姐陈法拉,传出了花边新闻。 因为两人一起,合作拍摄了电视剧,《唐星风报》。 但后面,却不了了之了。 第四年,又传出了,她向长相身材都绝佳的华裔小姐,倪晨曦施爱的消息。 但当倪晨曦对黄宗泽,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后,就跟她渐行渐远了。 第六年,则传出了,她跟女星梁静奇的绯闻。 因为两人合作,拍摄了《摘星之旅》。 两人不仅在戏里,是一对CP。 戏外两人的关系,也很含糊不清,还曾以老公、老婆互称。 第七年,黄宗泽迎来事业的,又一巅峰,电视剧前行狙击播出。 在剧中,她跟徐子山组成CP,有很多亲密戏份。 而在戏外,也爆出了两人,经常出入夜场,举止亲密的消息。 到了第八年的时候,黄宗泽在拍摄《面包树上的女人》时,又跟柳妍传出了绯闻。 虽然后面,也不了了之了,但黄宗泽,跟胡幸儿的恋情,却走到了尽头。 2012年,胡幸儿出席某活动时,三度落泪,表示自己,跟黄宗泽已分手。 三,分手也绯闻不断,女友不断,跟胡幸儿分手之后,黄宗泽,也内疚过一阵子。 表示还是,想跟胡幸儿复合。 但是没过多久,媒体就拍到了,黄宗泽进出夜店,并与辣妹,把酒言欢的画面。 跟胡幸儿,分手不到两年,媒体又拍到了,黄宗泽跟一个。 And,她走了她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